在快餐流行的時代 要吃這道美食可要有點耐心 這就是廣東經典的小吃包仔飯 當地人說包仔就是小砂鍋的意思 包仔飯得用砂鍋現煮生米下鍋 米飯六七分熟的時候加入香腸腊肉 接著催出油脂香氣滲透進米心 上桌時熱氣騰騰 鍋底留著一圈鍋巴入口流香 這才稱得上道地的廣東美食 在講求效率的快餐時代 要吃上這頓飯可急不得 跑客耐著性子壓制蟬蟲 等待砂鍋裡的米飯熟成 包仔飯上桌前淋一圈醬汁 碰上鍋邊滋滋作響 飯箱肉香隨著日氣散開 它的米飯的話它不會黏黏的 它是很有口感的 咬起來滿有嚼勁的 其實我本身是不愛吃米飯的 可是每次來這邊我都會把它吃完 香腸腊肉力經高溫 肉塊釋放油脂 肉汁潤澤下層米飯直勝鍋底 米粒油光閃閃入口留香 讓離家多年的廣東人 絲絲綿綿綿 包仔飯好好色 好好美 就味道很好 廣東很多那種大排檔 所以它在我們廣東人的分量 心中的分量是很高的 緊貼鍋邊的鍋巴 堪稱包仔飯的靈魂 湯匙朝碗底肉圈一挖 整塊鍋巴翻面見客 略帶焦脆充滿嚼勁 我們香港朋友的話 基本上都會挑鍋巴的那個部分 因為基本上 把娘的話 她會把下面的那個部分 都會弄成那個米飯是脆脆的 我覺得是滿正重的 對 因為我們挑鍋巴 然後加一些醬油 然後味道是鹹香的 來自廣東的張春牙 眼前鍋爐像是祁盤鎮 早期廣東街頭 常常能見到大排島店面 把炭爐移到街頭 廚師同時看顧十幾個砂鍋 煮包仔飯就像一場 色香味劇群的美食秀 因為包仔飯 我們廣東話叫包仔 就是那個砂鍋 用砂鍋來包飯 就是叫包仔飯 就是台灣的滷肉飯一樣 大街小巷都有 來到台灣 讓張春牙追求米飯粒粒分明 染疫堅持的口感 把明火改成精準掌控溫度的電爐 米的品種花了好一番功夫挑選 包仔飯講求的是 那個米是粒粒分明 我用了很多台灣的米 煮出來就是有點黏黏的 後來就是用泰國米 它吸水力沒那麼好 煮飯過程 他小心拿捏水分用量 調整米粒和膩度 對習慣買便當 拎了就走的台客來說 等待生米煮成熟飯 還真是一道考驗耐心的料理 包仔飯的特色就是生米 要限制 所以上桌之前 你的飯就跟家裡的飯一樣 那個飯器還沒有過 因為大家以為包仔飯就是便當 有些等了太久會生氣 後來慢慢很多客人 就是了解我的飯是現煮的 他說這個值得等就是這樣 台灣麻油雞只是這湯的 我的包仔飯是乾的 所以我們把這些事先醃好的肉 先拿下去炒 除了廣東常見的菜色 張鞠芽入籍隨俗 還研發了台灣限定的口味 香噴噴的麻油雞大受歡迎 當初因為中年失業 張鞠芽賣起家鄉味 她天天視訊 和廣東當廚師的弟弟學手藝 家人幫忙引進包仔飯料理的廚具 熱情加碼了一台腸粉機 一開始她根本不會做腸粉 原本把這一台真香當成廚房裝飾品 沒想到提早印上菜單的腸粉 意外熱門讓她慌二手腳 我根本沒有想要腸粉 後來菜單又印出去了 我根本就不會 後來我弟就罵了我 他說他不會不會自己去研究 你小時候吃腸粉那種味道嗎這樣 她只好硬著頭皮開始研究 練胸時拉下鐵門 在廚房測試米香比例 畢竟幾個月嘗試 總算讓客人吃到腸粉 廚藝解鎖的張鞠芽越來越有自信 把愛吃的粥品跟著上架 廣東吃粥就是要不要蠻密 就是需要時間就對了 這鍋白粥吃法不同於傳統廣東粥 白米加了乾杯 細火慢燉 直到粒粒開花 吃米不見米的粥水 用來蒜食海鮮肉片 好吃就比較生鮮 還有那個味道可以種到那個豬裡面去 最後我們嗑到豬的時候就有味道 海鮮的味道在裡面就很好吃 把細緻白粥當成火鍋湯底 在廣東叫做粥裡火鍋 新鮮食材下鍋 就像裹上一層空欠太白粉 起鍋時還能保持柔滑鮮嫩的口感 嫁過來的廣東人還有些香港人 他們就會投身進去 就會有些就會直接跟我講廣東話 有些海上他也會擠去廣東話 就會聊一下說好懷念的味 所以到這樣特別疫情之三年 他們也有所以沒辦法過去 一家小館子揮集了南方人 豐富多元的米食文化 從大排檔小吃到流行鍋物 把經典滋味通通大包來台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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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